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第一名字叫做人生请病假 死飞宅这个词说的应该就是像小罗这样的人 小罗翘班去打游戏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他没有几乎远大的理想抱负每天打游戏成瘾 久而久之女朋友渐渐认清了小罗想要提出分手 公司也在考虑要把小罗辞退 某一天小罗去医院体检 然而医生却告诉小罗他得癌症已经十日不多 小罗觉得非常的惊讶认为医生一定是检查错了 自己一向身体健康怎么可能会患病呢 再三的追问下得到的依旧是医生肯定的答案 这下小罗的心理房线崩塌了 很快小罗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公司领导 领导见小罗这么可怜 那也是不忍心再将他炒鱿鱼了 领导准许小罗带心休假 小罗那也是不客气 一年365天他直接请了300天的假 剩下的65天还都是法定解假日 另一边女朋友有一个怪癖 他练伤练病练死人 在得知小罗得了癌症后 他开心的决定和小罗共度剩下的时光 小罗将自己的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过 这天他迎来了复查的日子 这次医生特意带着老花静为小罗做检查 结果发现原来上次不过是闹了一个乌龙 小罗有些尴尬的将这个事实告诉了女朋友 不过女朋友却并不高兴 因为女朋友觉得生病的小罗才最真诚 小罗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公司 可在得知公司专门为自己成立了一个相关基金后 小罗怂了 他不忍心破坏这份美好 于是赶紧打电话给医生 让医生帮助自己隐瞒真相 第二天小罗来到女友家打游戏 突然窗户外喘出响声 小罗拉开窗帘 急火发现隔壁老王正趴在窗户外 原来女友和隔壁老王早就勾搭上了 老王今天本想趁着小罗不再偷偷与女友相会 结果却被小罗撞了个正招 害怕之下老王不小心从窗外掉下 当场嗝了屁 没办法小罗只好联合医生 将老王伪装成出车祸而死的样子 在老王的葬礼上小罗女友不小心打翻了老王的骨灰 意外发现骨灰传来异香 于是当场就将其泡水喝下了肚子 之后小罗为了倾诉自己的秘密 就把所有事情告诉了和自己一起打游戏的网友 没想到小罗的网友竟然也不是一个好东西 他拿这件事威胁小罗 从而堂而皇之地住到了小罗女友的家里 而女友也是一个实至名归的博爱主义者 很快他就又把目光盯到了朋友的身上 网友也是一个比较矜持的人 在被小罗女友的奔放下到后 赶紧搬了出去 小罗的秘密也暂时得以保住了 这部影片告诉我们 人千万不能因为好吃懒做而谎话连评